如何在一个月内花光失忆,西红柿首富,让大家集体在电影里,做了一场白日梦,因一个碌碌无为,长年混迹于炳吉耶鱼球队的首门猿王多余沈腾氏,因在世事里被开除离队,却以外得到一笔一页留下的三百亿遗产,而获得大笔遗产的条件则是,一个月内花光失忆,西红柿首富,让大家集体在电影里,做了一场白日梦,因一个碌碌无为,长年混迹于炳吉耶鱼球队的首门猿王多余沈腾氏,因在世事里被开除离队 在之内花光时各异,这个中年男人,就此改变了命运,一个月花光失忆,这样的故事情节并非首创,电影改编自1985年,美国电影《布鲁斯特的百万亨才》,西红柿首富则保留了原版的故事核心,落魄小人物必须在短时间内花光巨额财产,才可以获得继承更多遗产的资格。 电影的主人公王多余,就是这样一个市井小人物,却也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,报复之后的他,不仅买下了开除自己的球队,让队友们种好茶吃大餐,让这支顶级联赛的三流球队在全时最贵的草坪上训练,甚至,还原了大家想要和顶级球队踢场友谊赛的梦想,最后,他还以失去继承权的代价,拯救了心爱的女儿, 还当然,这只是最后一种考验,最终,王多余完成了梦想,收获了爱情,也成功继承到了所有的遗产,而如果电影只是这样的大团圆结局,那就显得太过于平庸了。 这个全民参与的白日梦,也只是一场不痛不一样的闹剧,电影结尾的彩蛋,才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,可以立刻让观众从白日梦中惊醒,王多余可以,又生育的妻子环游玩世界归来,决定将巨额财产全部捐给基金会,一分不留。 但在即将签字的千军一发之际,妻子突然想到,是不是该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留点钱,镜头一转,夫妻俩回到了家里,开始一向向罗列孩子打出声,起将要用到的眉笔开销。 多余夫妇从早算到晚,清淡从一夜变成了一卷纸,再到铺满整个房间月扫,尿布湿,洗奶器,磨牙棒,钢琴,游泳,轮滑,英语,乐高,万一学习不好,还得请家教,逢年过节去老师家走动,儿子谈恋爱,送礼物,结婚还要彩礼,房子,车子,这样的哪是孩子啊,完全是一胎活生生的水潮。 其,就在这项艰巨的计算过程,终于要拦截的时候,夫妻俩突然又想到,万一要是生二胎呢,完了,又是一笔天文数字,不要忘了片头,王多余孽洗钱,为了养家糊口,提过女卒,当过人体模特,住过男体圣,前世王八蛋,没钱的你,成个二胎试试,三好了,梦做到这我们也清醒了, 全场捧腹大笑的背后其实是一把心翻类,电影结束打架的梦也被叫醒,我们都知道,电影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,夸张的演绎背后,其实映射的也是赤罗多的现实,影片中竭尽所能,触及到的生活的各个领域,投资,保险,吸取房电影中,百亿富翁都知道, 落选后可养不起孩子,为然父母肯定不愿看孩子吃苦,想给孩子更好,的生活条件,但是细算起来开销不对,不是有钱人才去考虑这些,普通人也一样,有句俗话是这样讲的亏啥不能亏着孩子, 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节衣缩食,也要让孩子吃饱穿暖,结果就是,身边不少大娃的朋友,被各种开销压的喘不过气来,信用卡月月刷棒,花呗白条无限于七月心无万的朋友也曾向我倾诉,生完二胎后,每天全凭一口气吊着, 如今,生不起的不愿胜,生得起的也不想再面对更大的压力,毕竟生下来,还是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,可流水般的开销就感觉身体被掏空,所以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望而却步,哪还敢亲一要二胎,据统计,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,数是1723万人,比2016年下降63万人, 比未继续预测的2017年出生人口,下限2023.22万少了300万,所以,尽管二胎政策已经开放,独生子女仍然是这一代的主流,在中国,没有哪个时代拥有比现在更多的独生子女,于是他们面临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,比如,养老压力远超于承受能力, 您工作或婚姻远离父母不能及时照料,二胎开放政策准备好了,可配套社会保障还没有准备好,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,放眼望去,两个人顶着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压力是常态,周围全是需要依靠我们的人,而我们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,故此纠结, 不想让孩子再呈向我们这一代的压力,却又无法消除二胎时间,成本等等的顾虑 我准备做对抗美年, rot前小说的一位老人在学校博会變成最后的健康精确. 不会 trước到一位老人的病总统,我有长江拓与给你们做的讨 íče,